其實它的這個大油箱我非常的喜愛 對我個人我超愛的 呵呵呵 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 你要做什麼性能啊 什麼賽車啊這種幹 我覺得這種東西才是關鍵所在 呵呵呵 大家好我是Aker 歡迎收看ACI's Model Test 這一次呢我們要來測試春風的300NK 這輛車子呢在春風代理進來之後 它有分成兩個版本 就是市售是街車版的NK 以及仿賽車的SR 那SR之前我們已經參與過比賽 也11騎乘過它了 那這次我們會對NK這台車子 來做一個詳盡的介紹 那當然因為介紹的部分會拆分很多種 我們就會把它切成不同的極速 來讓大家去看 現在一開始呢 就我會先對這台車的外觀 先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那當然我這裡還是要先說明 假如各位你們想聽的只是 有沒有用LED啊有沒有侵略性的外表 什麼這些東西不好意思請您去看別人的 就好了我這邊不做這一類的介紹 我們的外表是直接針對車輛 實際他們使用的狀況來講 所以首先呢 在300NK這台車子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這台車子上面 的確就像很多人所說 它就是很濃厚的KTM390Duke的整個造型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來我這裡也為大家 帶著大家看一下 在這台車子 我們可以看到 從前叉的部分 它就是幾乎就是KTM的前叉 那前叉心它會比較小一點點 因為在KTM的390 它的前叉心是43mm 它這個是使用39mm 然後碟盤的話 幾乎是一樣的 前煞車有不一樣哦 前煞車在那個 Duke 390裡面 它是用的 單二的煞車 然後那時候大家都覺得不夠用嘛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還好啦 但是在CF300NK這台車子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他們使用CFMOTO自己的卡鉗 而且已經是直接換成對勢了 所以在接改車子 它煞車的線性度上面 都會比原本的Duke 390那一塊 還做得更漂亮 那它的輪框 基本上你也可以看得出 雖然它是出燥框 但是它的設計幾乎就是跟那時候390的很像 我在想說 該不會直接拿來用的吧 因為它做的也是很鍛造的感覺這樣 前面的 前面的燈具來說 它在把這塊收下來的時候呢 讓它會比較乾淨一點點 而且也應該說 這樣子的這個 這樣子的這個形狀 讓它在投射出來的時候 那個前面是一個很明確的幾何圖形 因為我們在騎乘車測試時 也有看過這一點嘛 而它的那個前途車也蠻有趣的哦 各位 你們仔細看 它幾乎 也就是390的突出 然後 對 這前面 儘管前叉變成37 但是基本上 都還蠻一樣的這樣 然後 在這邊 就是不一樣的地方了 這個手把的部分 他們會使用春風自己的這一塊 他們的手把模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春風的很多車子上面 它的手把模組都會是跟這個一樣的地方 在這個 車手把的部分 我不得不稱讚一件事情 雖然 它的車手把 你看到那個粗細是小的 而且 看起來它的彎曲就是跟一般的車子一樣 對不對 但是我還是要跟各位說 它的這個 手把的強度 是我會直接稱讚的一點 因為 我通常這樣子長度的手把 各位可以看到 這手把長度蠻長的 我說真的 它從左邊到右邊 那個長度是非常的長 而且有彎曲角度 通常這種手把 我們在做下去壓的時候 它都會有些搖動 就是那個鐵的強度沒有放那麼高 它們是讓它多一點點的彈性 但是 這一個300NK 它的材料 是真正真材實料下去 我整個人的重心 全部往下壓的時候 都不會有那種搖晃度的感覺 所以 在這一點上面 手把上面 我給了很高的分數 就是 我覺得它這個做得很好 很漂亮 然後後照性 沒什麼 KTM的也是那種後照性 那 而且這個方向燈 各位有沒有看到 方向燈 也很熟悉 哈哈哈哈 我在想 是不是搞不好 那個料號都一模一樣 可以通用 那個蠻有趣的 對 然後它的那個 前面的 這個 在固定角的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 這個也是 蠻有既視感的 就感覺幾乎都是 一起套這個過來用 這樣子 那 在車架的部分呢 它一樣是使用鋼管式的車架 雖然那個 鋼管的車架 它這邊設計有點不一樣 我在猜 有可能是因為一些設計專利 或什麼的關係吧 那 但是在這個 基本上 我們可以仔細的看 它在焊接的部分 我覺得還算蠻漂亮的 這一塊 他們現在做的這一種 整片焊下去的那種呢 就可以做的比較漂亮一點點 而不像以前那種 這樣子 所以 這塊我覺得是蠻棒的 就是 他們有把做工做出來 那 在這裡呢 就是有些些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 我得這麼說 從內部來看的話 這裡 各位 仔細看它散熱水箱 哈哈哈 有沒有發現到 對 的確 我懷疑這個東西 也是跟那個 丟殼根根本通用 所以我這麼講 這台車子 我覺得 應該這麼說 感覺就像是 換了皮的 換了皮的那個 KGM 對 然後 引擎的部分 他們這裡的下部設計 會有些不同 但是 在整體上的話 怎麼樣 我們到時候會做一個騎乘測試 腳踏這裡也不太一樣了 腳踏這邊的 腳踏這邊的高度 它會比 K10 Duke原本的高度 再低一些些 那這樣子的話 並不代表說 高度低 就不好 因為這台車 我在做騎乘三角的時候 基本上這個高度 在街道上 反而是會讓人覺得更加舒服 而且更加安心的 對 底部這邊 底部這邊它也有做一個 短短的那個 這一塊 啊 這一塊 有被磨到了 還有這個 我覺得蠻可愛的 是 他們有做這一塊 我不知道是幹嘛 但 感覺覺得 好像是 讓它比較耐磨吧 還是這樣 對 這個零件感覺也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差異 哈哈 那 有幾個不同的地方呢 第一個 就是 他們把搖臂 它並沒有使用 套用原本當初的那一組搖臂 我猜是因為 呃 材料成本設計的關係 因為KTM畢竟那一組搖臂 它當初所做的那個材料成本 算是蠻重的 然後 就把它變成一整塊的這一種 那這一種 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 其實大多數車輛 也都是用這一種啦 對 然後 它的那個ABS 各位可以看到 它BUSH的ABS 是移到後面這邊來了 所以 這邊的話 它就比較能夠兼顧到 前後煞車的那個 管路的距離 所以 呃 雖然它把它移下來 因為我 我記得Duke的是在這裡面 當初我們有拆過 在這個地位置 它把它往下移到這個位置 那 雖然說 移下來之後 那個管制長度變長了嘛 但是 我在抓煞車的時候 就覺得 並頗有著影響 就是一樣還是可以的 齁 那 這一段 感覺也是 跟KTV蠻像的 哈哈哈 所以 各位看那個介紹 就覺得說 嗯 很多很像 很多那種既視感在那邊 但是 其實也沒什麼大礙嘛 反正 東西弄得好 就是直接來用 這個底牌也是 對 但是它的底牌有不一樣喔 因為 呃 但是 在 300NK這台車的時候 它把那個 ABS 移到這邊時 變成它的排氣框更簡單 從前面這裡下來 然後直接下面 就是做一整塊便當 延伸到這一塊出來了 那 這個有個 好處就是 呃 假設你要改管的話 因為 KTV那邊中間也有一段嘛 那 下面改掉 那 變你中間那邊也要改 但是這個好處就變 因為 你要改管的話 你下面這邊直接改下去 效果應該就會差 非常的多 跟原本的差很多 因為 KTV當初中間那個 蠻難猜的 我說真的蠻難猜的 呵呵呵呵 我們那時候猜過 猜到吐血 然後 它這裡 把 呃 原本 原本通常這邊是有一個土圖啦 但是 他們直接把它變成說 下面這 下面一種形式 我覺得 這應該是 嗯 應該是配合那個 潮流喜愛吧 就是 讓大多數人 比較喜歡這類型的 在後面的煞車的部分 他們雖然也是用自己的那個煞車 但是一樣也是用單一的系統 對 而且這個卡鉗是不太一樣的了 這邊 呃 他們這個是自己的卡鉗 我不確定那個料號是不是共用 這台車子的前後碟盤 都是使用3mm的 基本上算是 嗯 算是標準中的後碟了 所以 它的耐用性上面整個也會比較漂亮 輪胎的話 它前面是110 後面是140 所以 這個 就比較像是那個 R3的設計台 那這樣子的好處呢 就是 車輛的靈活性的部分 會比較高一點點 在 基本上 各位可以看到後面這裡 哈哈哈 後面這個 也幾乎感覺都是很通用的部分 在 呃 椅墊的部分 這裡 要說 它這塊椅墊呢 會比較大塊一點點 那 而且它會 前面這裡 收的比較瘦 好處就是 你在做下去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那種 腳被頂抬 因為有些人 這邊比較寬的話 再沿著斜出去 有些人做起來那個腳 會整個這樣頂出來 對不對 所以它這裡收的 收得很漂亮 變成說 我們在做的時候 腳是剛剛好靠在這上面的 而且在往前往後 做移動的時候 不會有太大的障礙 移墊這裡的話 它這裡平的地方凹下 它這塊喔 各位看到這塊 從這裡到這裡 都是平的 這整塊都是平的 那這整塊這樣平的好處就是 我們坐的位置 有很大的前後可挪動的地方 不會只是一昧的 整個被往前推啊 或是什麼 很多人坐下來的時候 坐車都會往前嘛 對不對 但它這一塊的下來的時候 反而變成說 你可以自由的搭配 調整你的重心位置 而且在我們移動的時候 很容易可以碰到這一塊 所以 就變成你騎車 不會總是這樣頂著前面 就是你後面這塊也可以 有些車子後面這個 翹很高的時候 你就會 騎乘姿勢會被限制到了 所以這一點上面 我覺得是很棒的 在手把的部分 這個 這個手把 我抓起來 在這幾次 從四驅到賽道來講 它的手把抓握感 我覺得是很棒的 就是 會很清晰 油門的扭動 雖然是使用線控啦 但是它在線控上面的那個 敏感度 以及細膩度 是OK的 是很明確 在基本上 離合器 一樣 好處 這種離合器就是輕喔 那 煞車也是OK 因為它換了對視之後 再配上這組總辦來講的話 基本上它整個煞車力度 絕對是綽綽有餘的 我要說 假如有人閒自來車的煞車不夠 我說真 那絕對不是它的問題 但 你要說這個煞車 唯一有個缺點是什麼 就是它的距離太長了 那 呃 對我來說是OK啦 就是 我們呢 基本上這樣操控是OK 那 但是在 賽道中 連續操控的時候 有時候這會有點痠 以及 腳有些手 就是比較短的人 它可能抓起來會更遠 所以你要說 這個煞車嗎 唯一 唯一 唯一缺點我覺得就是 拉桿的部分會稍微長了一點點 剩下的部分沒有什麼問題 那 呃 這裡腳踏的部分 擋位 它的那個擋位 這個 它的擋位 換擋 比較沒有那種 呃 我想一想 像那種 呃 我要怎麼形容齁 就是 像那種鍵盤裡面 各位知道那種輕軸的感覺 滴嘎滴嘎 滴嘎 對 很明確的那種感覺 滴嘎滴嘎 但是 呃 它進檔的 很蠻乾脆的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要來形容的話 它這個換擋桿呢 感覺比較像是 茶軸的感覺 而不是輕軸 對 所以 它雖然沒有很明確的滴嘎滴嘎 但是它的那個 進檔 退檔那個 整個都很順暢 我覺得這個讓我最驚訝的就是 因為KTM會跳檔 但是它 我事到現在至今 它沒有跳過一次檔 所以我相信 裡面的檔位系統 應該有改善過了 哈哈 才沒有這個問題 對 然後 基本上 它的那個 鏈條 只有 標準啊 520 對 那個 齒盤的話 一開始 我看起來我會覺得說 那個齒盤是不是小了一點點 但是實際上 在使用起來的時候 倒是覺得還好 就是整體狀況都還蠻OK的 那 它的 後 後煞車 後懸吊系統 後懸吊系統 也是 跟那個 390一樣 就是它是直接的頂到那個 後搖壁上面 就沒有另外再做多靈感了 各位 有時候人家會覺得說 多靈感是不是比較好一點點啊 我告訴你沒有這件事情啊 是 你只要避震做得夠好來講的話 基本上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就 它的整個整體反饋 狀態 都是OK的 嘿 所以 在 後座的部分 後座部分就 沒什麼好說了 因為它這種 它這種 往下收小的 就 而且 應該講 這個雖然薄歸薄啦 但是它的柔軟度 我覺得是有的 所以 其實 在做下去來講 呃 後座騎乘者的觸感 我會覺得 會蠻OK 對 我個人來說 我會覺得很OK 然後 這時候就要來看看鑰匙 好 這塊 我要說一下 它的這個 鑰匙的這一塊 這裡 整片都是塑膠的 一口氣到油箱這邊 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這樣太俗氣啦 就是這裡要做很漂亮什麼 對不對 但是我不得不說 這個我反而是很欣賞它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 基本上很少人會跟我一樣啦 我的話 我的車鑰匙就只有一支鑰匙 我什麼鑰匙圈什麼都沒有 我每個都獨立的 就是因為 我以前用過那種 你用久這整片都刮得很難看 但 很多人都會有夾著其他鑰匙啊 所以 假如這一塊你只要做任何那種 拋光什麼東西的話 基本上我得要講啦 過一段時間後 它就他媽的難看 但是它這邊 就整個做塑膠 而且這邊就做軟膠 所以 剛剛好其實配上來的時候 你在長期使用下 這個東西也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這點我反而是覺得很棒的一件事情 在 接下來 到了 螢幕 好 我們就來看看這個螢幕囉 OK 開機 它的 其實我覺得蠻可愛的 就是它的畫面跳出來 但是它就不花時間做動畫了 直接讓你進來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是 Rain Mode 然後 這個 這樣換過來 就變成Sport Mode 我覺得很可愛耶 就是 它那個 你看 Rain Mode 是它整個螢幕對不對 方式螢幕直接使用 然後 這裡很可愛 你看它剛才變黑色了 它這裡上面有個Sensor 就是 它只要偵測到白天或是晚上 它會從白色切換 自動切換成黑色 像 我有騎那個 從 夕陽騎到晚上 它就自動換色了 然後 這個 Rain Mode的模式 我覺得 嗯 在路上其實我比較喜歡這個模式 因為它的字比較大 這裡轉數也很清楚 我看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 它的時間 時鐘 這個也比較大 然後 油 跟水 在這邊 但Sport Mode 就很可愛 Sport Mode 它還刻意做一個形狀 那你感覺好像換了一個預料板 當然啦 Sport Mode這邊的 呃 時速表比較少 但是它的那個轉數就變很大哥這樣 嗯 但我自己在路上騎的話 我會 我還是喜歡Rain Mode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個大哥的比較清楚 Sport Mode的話 你就變成很專注在看這一塊 那Sport Mode 所以它 它一般來說 它雖然只是換個介面對不對 但是我得要說 300NK的這個模式啊 它在換介面的時候 我還是覺得很 它做得很好的一件事情 是左邊這邊 你看 左邊這裡 它有溫度跑出來 渡溪告訴你 然後右邊的油箱呢 它不像是Rain Mode這樣很粗略的 就是那幾個 一二三四五個而已哦 它把它分得很細 而且它這裡有寫趴數 我覺得這個是很很好的地方 因為 我們在賽道騎乘的時候啊 就是我們要很注重油的那個油量嘛 而不是只是一個兩個三個 所以 它這個寫下去的時候 我會覺得蠻棒的 是 雖然它是以10%10%10%為標準啊 但是 我覺得這已經比原本那個Rain Mode的五個 就清晰多了 它等於有點像是十個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會比較棒一點點 然後 它就做一些顏色 來告訴你 這個 這個很棒的地方是 就是 一般人家都是直接紅線嘛 但它有一個黃線區 來告訴你這個地方 你要做準備了 所以 呃 在這個儀標板上 基本上我覺得 他們做的這一塊 比較細膩 有用心在做的地方 就是這些囉 嗯 那它的調整很簡單 就這邊兩顆按鈕 一開始我還找不到 哈哈哈哈 對 所以就這兩顆按鈕 對 讓它去 呃其實也沒什麼要調整 是那個 呃 單里層跟總里層 就這樣子而已 嗯 好 這是儀標的部分 然後 基本上 油箱啊 對不得不得不說 油箱 好給各位看一下 我覺得油箱這塊蠻棒的 這裡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這個油箱哦 呃 因為現在一般很多油箱 為了什麼防噴溅或什麼 還不是做一個蓋子 然後做小小的口 這樣對不對 但那種其實我在加油的時候 我很討厭的 因為我根本看不到 看不到在哪裡啊 而且擋車這種油箱 上面又很寬 所以 你通常只是加 根本加不滿 加到一點點 跳了就沒了 那像它這次的油箱 開開這麼大顆 對 我不知道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說 哎呀看起來很low啊 或是什麼 但我告訴你 我覺得它這才是專業 因為 它這樣子大個起來的時候 你要加油 或者是快速換油 什麼這些東西 這都很明確 而且這根鐵就在這裡 你頂在那邊 直接噴下去 倒了就起來 所以 其實它的這個大油箱 我非常的喜愛 對我個人 我超愛的 我覺得這個 才是 一個 你要做什麼性能啊 什麼賽車啊 這種幹 我覺得這種東西 才是關鍵所在 對 所以它的油箱 我覺得非常的棒 我很喜歡它的油箱 嗯 那 基本上 在外觀的部分 我看看 應該就大概這些了吧 這個平衡端子 就也蠻通用的 對 我覺得它吃到 它吃到KTM的口水啊 就是 該通用的一些東西 那 該平衡該通用的東西 他們都把它直接通用在上面 這樣子的話變成說 呃 你要覺得車看起來 肉嗎 錯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 對的地方 因為 我們在騎車的時候 其實 有些東西搞得太特規 反而不方便 但是這種 是我很喜歡的 所以 基本上這台車 整體 看起來就是 這個樣子 那 接下來呢 就是 來 來 再騎換回來 好 OK 在基本上 它的那個動力 呃 呃 會別 它的馬力是在29.9 那 KTM的是在43P 但是 各位不要忘記哦 他們兩個 的 共差了 100cc 它是293 KTM是397 所以 呃 基本上 哎 393 應該是393 對 所以 他們的那個 呃 幾乎差了100cc 所以我 我得要說 你假如要看這台車 你要覺得它有利沒利的東西 你要對應正確的 正確的C技術 呃 來講 因為現在忍400啊 等這些 讓人以400的等級 來看300的東西 這是不太對的 所以 再來車子 至於它測試起來怎麼樣呢 接下來我們就在後面的部分 為大家做測試吧 那外觀的部分介紹就到這裡咯 哎 對 就要再補充一下 烤漆 我得要說 它的烤漆 這是 我蠻稱讚它的一個地方 因為 一般這種烤漆 的話 它就會用比較 呃 比較沒那麼亮光 是一般的嘛 但是 它這個的烤漆 我覺得看起來 整個是蠻漂亮的 對 這 我很喜歡 這個我覺得很棒 好 那就這樣子吧 外觀就到這裡 剩下的測試 就等我們上路了 拜拜